好 各位棋友大家好 这盘棋是棋友对局复盘 这是一盘九弟对局 棋友是九弟 对手也是九弟 然后这盘棋的话 棋友直黑 对手直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开局 黑棋新小木 白棋二连星 挂角 然后白棋小飞 左下一个正常的定势 打车完之后挺头 白棋小飞挂 黑棋二肩地夹之后 白棋飞压 黑棋没有选择复杂的变化 贴一个之后二路飞 然后白棋拆肩夹 这个都很正常 黑棋跳出 堂堂正正的一手 白棋右边 肩顶完之后选择斜阵 白棋没有直接阵头 主要是想强调一下这里的联络问题 但其实白棋的这个棋型 它还是有缺陷 黑棋可以马上跳刺过来 对白棋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因为白棋如果说就简单的 比如说外边补一手 一旦被黑棋靠下来 这个棋型是相当有弹性的 并且何况底下还有这个冲断 白棋如果说 刺一个想要反攻黑棋 那黑棋直接冲啊 他不可能挡 挡的话被黑棋断 这个加持掉了 冲下来的话 这个黑棋冲一个粘上 白棋也很难收场 因为你要是连回两颗子呢 被黑棋这么一打 再来一手冲断先手 不管你是拐也好 虎一个也好 那外边被黑棋这么一跳出 把白棋切断啊 那白棋就已经 这个陷入非常困难的一个境地了 那白棋如果说就这样连回 黑棋就吃掉两颗子 最多也就是损失一点角控吧 白棋虎一个 瞄着这个二路斑断 黑棋就拐一个 这样右边连回 底下关键是收获巨大 黑棋基本上活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这个跳刺 抓住白棋骑形的缺陷 一通猛打 还是非常犀利的 这个棋 实战黑棋就直接制孤了 那看上去就威力小一点 白棋打了之后 沾 然后黑棋沾 白棋二路打都没有问题 黑棋长一个 白棋再爬回 接下来黑棋再沾 都是比较标准的定型 不过接下来白棋选择往上边跳去封锁就不太好 这个棋不如一手棋把黑棋给吃住 这个吃掉两颗子 四小十大 因为首先他就带有这个木树 然后破掉了黑棋的眼 而且还有比较关键的点 就是使得以后收关 比如说黑棋这种二路利就成为后手了 底下白棋不用再补了 对于右下其实也有一定的影响 那黑棋要是逃跑的话 白棋顺势补右边的这个棋型 调子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种下白棋比较实惠 实战白棋上边跳一个 被黑棋底下这么一顶 再来一个加持 首先黑棋的木树拿到手了 然后外边也没有被白棋封住 眼也做出来了 接下来以后这个二路利 收关手又会是掀手 而且这个利掀手的话 对于眼位也有帮助 所以说这两个回合下来 白棋明显落于下风 黑棋布局占优 这个就是白棋判断有问题 局部告一段落之后 白棋往右上点33 先来一个这个定势 这个都非常正常 尝一个然后黑棋挡 接下来白棋再飞 这边还是欠了一手 这个可以说指此一手 你白棋如果说 守一个脚被黑棋飞起来 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个飞有先手味道 马上要再飞过来 分段白棋 而且右边的这个 实力范围就瞬间涨起来了 所以说这个飞 指此一手 黑棋也不可能继续围了 这边已经有点扁了 挂脚正常 然后白棋这个小飞手脚 加莱黑棋没有选择这个拖了之后 斑的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走成这样白棋选择哪个定势比较好 考虑到右边这朵花没有安定 白棋可以打了之后冲下来 这个定势比较合理 这样的话呢 黑棋大致也就是飞 然后白棋相簿飞出 把整条边给围住 主要是右边白棋飞到这一下 黑棋就基本失去了这个 唯空的兴趣了 这个地方已经不大了 所以说黑棋要这么下的话 白棋左上可以选择这样一个定势 实战黑棋小飞进脚 那白棋碰 这个碰的方向也没有任何问题 主要是照顾到这个这朵花 之后黑棋搬了再压 这个是因为以前这个变化非常多 算是以前比较固定的一个走法 白棋搬先手 然后长一个 这个地方白棋下的软 当然这个都是对手的问题 这个棋白棋应该搬这个 搬这个呢 主要黑棋断白棋不怕 打了之后贴 黑棋长 白棋再挺头 主要这个挺头是个先手 左上角这个断 黑棋必须得一补 马上得一补 补完之后白棋外边再一靠 虽然说弄不死黑棋 因为黑棋冲了打 这边要出头 但是白棋可以通过这里的 断打打吃滚包 再滚一圈再长 我们会发现黑棋这团鱼形 他必须得 将来花一手棋去处理 当然中间肯定还要多压几下 然后跳回 但是左上一旦被白棋尖三三 黑棋明显也不好 这块棋就成为鼓起了 而且白棋外边越厚 对于黑棋的打击越大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白棋可以下的强硬一点 如果说黑棋只敢将反扳 那他外边就薄了不少 气也变紧了 白棋围在四路肯定是可以满意的 实战白棋长 这个黑棋舒服 往前继续压一步 把白棋压制在三路 非常扁 然后黑棋再来一个尖三三 这个地方黑棋也是局部作战获利 然后白棋挡住 黑棋团一个都是正常走法 白棋飞刺 其实这个飞刺的话 白棋有点急了 这个刺不到 不过接下来棋有的这个处理 也是没走到最好的变化 这个棋肯定不可能这么呆的去沾 这个就太笨了 这个棋黑棋要靠这个 这个因为白棋冲你断嘛 他既然这个飞刺上来 他肯定要长 那黑棋先手补断之后再拆 又限制白棋 左边又自以为 那这样黑棋全盘的失控 其实还是比白棋好不少的 这个拆很大 那白棋要是不走 他单独拆一个 以后黑棋保留这个班的权利 直接把白棋这格子给废掉 所以说这个时候 既然白棋飞刺了 那最好是靠一个 他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黑棋局部肯定是更好的进行 实战棋友选择压出去 还是想两边分别安定 那白棋断一个 而且接下来黑棋这个后续的打拔 也有点急了 这个棋的话可能是不太想被白棋先手沾 但这个确实不着急 这个逆收价值现在不算很大 还不如出头 因为你往中间出头的话 其实这个白棋右下 右下靠近中间这一带 不是还有一定的潜力吗 你多往中间出头 自己的路越走畅 白棋能围的地方其实越小 这样黑棋不错 而且他扳你反扳 这个断也不存在 所以说应该往中间这里大跳 比较好 白棋要是二路沾的话 那你就二路扳沾 反正脚上也是火棋 问题都不大 实战这个打拔稍微有点小 然后被白棋扳 黑棋为了避免白棋很有可能去外边断 就扳了之后断 先断一个再打吃紧气 这里走的还是比较细节 然后白棋长一个 黑棋虎一个 这个地方也就告一段落了 不过左边这个拆被白棋抢到的话 对于黑棋来说有点伤 本来刚才左上跨断是黑棋的权利 现在被白棋拆过来 这个局势一下子就拉近了 只能说现在这个局势偏向于雾开 接下来黑棋右下跳刺 迟来的一手 白棋飞进去 黑棋冲断 然后白棋小尖 那下一手棋的话 这个黑棋的拐其实是个俗手 这个不是很好 那黑棋的意思其实也比较明确 他就是想拐完这个之后 就是方便于底下动手 意思以后白棋搬下来就会受阻 但其实影响不大 因为这个棋一拐把白棋撞后了 本来不交换的话 以后有这种点过来的棋 或者说这个跨段都行 跨段白棋也只有吃 然后你可以再打上去 把这个边控再给撑一撑 其实这个都是后续这个黑棋的权利 但这一拐跟白棋挡住交换 这个头变成硬头了 那你以后最多就仗去尾 或者说仗尾 这明显就扁了 这个棋肯定不好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白棋挡住 然后黑棋选择跨段 不过这个地方 白棋确实也没有什么这个抢手 比如说白棋团在这 那黑棋可以断打 断打完之后 白棋要是来一个这个打吃滚包 黑棋这个局部对杀是完全不拒的 因为等这个白棋如果沾上 你就拆出去 他要是挡下来你就作业 这个地方他要直接立的话 你就往这个二路去收气 最终还是会形成一个掩杀 他要是往一路肩 准备来这种铺结的招 那黑棋也不用慌 直接就立下去 这个白棋还是不行 因为他挡住 你就可以掐在这去收气 打吃就沾上 再铺在一路去收气的话 你可以打这个 这样的话他沾你就收气 还是掩杀 扑也扑不进来 局部对杀还是黑棋有利 然后右边黑棋也拆出去了 所以说这个问题都不大 所以说这个地方白棋没有什么抢手 黑棋跨段的话 白棋只有选择转身 打吃 然后黑棋反打 反打完之后 再打 白棋再反打 二路跳 先手做活 黑棋冲下来 之后白棋再往二路立 黑棋左边二路飞 贴住做活 这边都是比较契合的这个下法 那下到这儿呢 其实双方局势的差距还是没有拉开 还是差不多 主要之前这个黑棋左上 被白棋拆的有点 这个伤 接下来白棋右上二路漏 黑棋尖顶 这个是白棋的权力 不过接下来白棋这个方向就出现严重的问题了 就是对比一下现在这个后保 以及能违控的潜力来看的话 还是中央这一带 或者说右边这一带是走棋的地方 明显就是黑棋上面稍薄 然后白棋右下 虽然说黑棋多拐了一个跟白棋挡住交换 但是这块棋毕竟还没活干净 右边呢还没有完全定型 所以说白棋最好是 比如说往这一带跳一个尖一个飞一个都行 就尽快定型 然后把潜力撑出来 这样这个棋还不错 实战白棋走的是什么 他走的是上边这里的拐 那显然对于黑棋这块还有想法 但这个完全不是走棋的地方 你这个凑黑棋这一虎 然后白棋一搬再凑黑棋这一场 刚好形成一个好形 然后白棋再想着去阵头攻击 这个白棋的这个节奏完全就错乱了 黑棋拐出来之后 这个头非常硬 而且白棋中间看似在一边攻击一边围困 其实这个千疮百孔 所以说这两手棋的交换 黑棋重新主导这个局势 接下来白棋大飞 就这么硬围 黑棋也不为所动 底下这个交换一手之后 右边选择跳出 当然这个棋还有更好的下法 就是黑棋其实右边也不着急去破白棋的 让他围他也围不了多少 黑棋可以考虑往中间这里靠出 冲一个然后再搬进来就硬掏 白棋要断的话 黑棋可以打得住 这一打护回家 打吃战上 这个棋就算上边大龙被白棋 比如说挖了之后 滚打包收全部封锁进去 也不爱事 黑棋随便跳一个方 做眼 这块棋就活的 你活掉同时还要攻击白棋中间这一块 他还得继续出头 这个地方是没什么唯空潜力的 右边这条边的话 这个黑棋上边可以虎 旁边这个可以直接跳进来 各种掏空 两边漏着风 白棋根本围不大 所以说黑棋可以考虑这个中间直接掏进来了 右边其实已经是不毛之地了 实战黑棋还是跳一个 等于说稳扎稳打 但你稳扎稳打的话 也给对手稳扎稳打的机会 他这个时候就可以往中间去把这个跨段给补了 这手尖的价值还是非常大的 不过实战白棋也没有走出来 他走的是这个冲了之后压住 这个棋真的很俗 主要这个冲了再压 还是没有防住黑棋中间这一靠 所以说这儿白棋有亏 接下来白棋左上二路搬 黑棋虎一个 白棋中间再飞 反正白棋现在就打算一条道走到黑了 他就是一边攻击黑棋一边就死沉中间的这个木树 那白棋肯定希望黑棋打吃补一手连回了 不过黑棋实战下的也是非常主动 这个棋继续脱先 下方靠进来 这边白棋确实有缺陷 这边黑棋下的还是胆大惊喜 之后白棋上边长 然后黑棋冲断 白棋打黑棋山 那其实这个棋的话白棋已经不太敢去连两颗子了 因为连两颗子黑棋这一靠 你搬的话他一长 白棋自身的这个联络已经出现问题了 被黑棋马上会冲着七零八落的 所以说实战的话 这个对手是打了之后选择底下搬 这个没什么太大问题 黑棋长一个 不过接下来白棋这个补棋还是有缺陷 就沾这个还是防不住这一靠 要补的话还是强调这手尖 这个尖就补的八九不离十了 这个沾的话马上遭到黑棋这一靠 还要搜刮 然后白棋长一个 黑棋把上边这两颗子倒铺掉 那这样的话局势 黑棋现在优势就慢慢扩大了 等于说白棋走了半天 什么东西都没走到 中间就这样硬围 围出来大概石木棋样子 黑棋右边这里淘掉了 上边两颗子最终吃通了 也带着木 这边白棋明显就亏 所以说 旧棋原因的话 还是白棋上边刚才拐 凑黑棋双虎的这个两手棋交换 比较俗 这个方向不对 然后白棋底下靠黑棋沾 这个地方有两种定型 第一个就是像实战一样黑棋沾 不过是一个后手 还有针先的这个走法 就是搬进去多送死一颗 这样白棋断 打吃 沾上 黑棋可以抢先手 搬了连搬 在左边这一带 继续压缩白棋 从而影响着白棋中间的这个木属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实际上 战当然也可以 白棋打了之后 那白棋抢先从左边 那现在局势的焦点就在于 白棋中间会围出多少 以及黑棋怎么去破 接下来黑棋断 挺头 先手 白棋跳回 黑棋压住 白棋双一个 接下来黑棋往中间大跳 这手棋看似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不过要能走出往上一路大跳的话 黑棋的这个处境明显会更加安全 因为你往上大跳 白棋不得不这个时候 直接去分段 比如说这手飞也是比较容易想到的 黑棋就这么贴一个再大跳 又能大眼 又能寻求往底下的联络 并且白棋也不是那么容易能杀黑棋的 他比如说在这一带去骚扰黑棋 不让他连回 那黑棋其实左边这里还有靠出 把白棋两颗子给割下来的走法 所以说基本上黑棋往中间 这里子一多 白棋左边就得补 他一补的话 黑棋在联络问题就不大了 而且像左边这个地方 就算被白棋封锁 你不补也是活棋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死活 我们来看一看 像白棋这种一路点 黑棋就吼一个 搬缩小眼位再断都没用 黑棋可以立下来 你再拐出的话再一吃 刚好形成张姑牛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要逃命的话 确实往上一路的大跳 再往中间大跳 要比实战往这儿大跳 这个更容易跑 实战走 这儿然后白棋开始拼命了 碰上来 要分段 而且接下来 黑棋还是有比实战更好的走法 这个棋就可以考虑搬这个 搬完之后两边一打 或者说你尝这个 白棋总得补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黑棋一打就回去了 那你打这个 黑棋再一虎 还是瞄着左边 这个靠段 白棋连回 黑棋再 飞回 也非常的稳妥 实战 黑棋往回一般 那这个 比较危险 白棋挺头 黑棋再长 危险在哪呢 就是因为黑棋 跑得太慢了 刚才这个是 搬一个 走一个虎一个 左边白棋一捕 黑棋直接飞回家 现在是班里边挺头 被白棋刺一下 再一飞 那明显底下的路 好像就已经非常渺茫了 而且周围的这个空间 也在急剧的缩小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下的稍微有些问题 跑得太慢了 而且没有充分利用到 白棋左边需要补齐的 这个缺陷 让白棋中间一飞 那他也不用补了 之后黑棋中间间断 这个来到了胜负处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白棋走对的 的话黑棋还真的很有可能 死一条大龙 我们来看AI的选择 这个时候AI的推荐是 白棋要不然上面粘 要不然就贴住 反正往这儿去补一手 这个补齐主要是为了防止以后 黑棋是个靠 我们继续往下看就知道了 就如果说白棋能贴在这儿 黑棋中间一打一靠 白棋是可以搬进去的 这个地方硬杀 这样黑棋断 白棋就打 然后再贴 这个地方白棋不要贴这个 贴这个杀不了的 因为被黑棋这么一打一挤 先手 中间贴住先手 然后黑棋有这种 鼻顶的秒杀 这个棋下出来 白棋就很难再杀了 因为你比如说搬这个 他一打再一打 中间要吃通 你要是从这儿 继续拐出来的话 黑棋明显这个旁边 再一拐 这个白棋四颗子 就要被也吃通 所以说有这种棋 那下到这儿的时候 白棋就打着一个 贴着一个 把左边稍微加强一下 等黑棋中间断打的时候 白棋可以来一个这个滚包 黑棋冲 提掉 白棋打了之后滚包再粘 关键是外边抱一圈 基本上白棋能扛得住 像黑棋往这点 白棋挡住 底下断打 再扳 白棋断 打吃粘上 这儿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然后再回到 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白棋上边贴一下 这个时候黑棋再靠 你就可以拐回去了 他再冲的话 你就再连回 这样至少可以把 这个两颗旗金 给他联络 然后黑棋中间 这里挤一个挖死 这两颗子 想坐眼的话 白棋还有这个 两边点刺的 这个破眼手段 我们继续摆下去 冲就连回 上边冲 打吃没用 打吃白棋 这个粘上打吃是先手 你沾他沾 你要是断打 他就提掉 你沾这个 他就沾上 你再沾他再沾 你再打吃 坐眼 白棋再一沾 黑棋始终还是只有一只眼 白棋左边是活的 底下黑棋冲过来的话 白棋可以从旁边绕一下 直接打吃连回 这样的话 只要白棋周围 不出现任何问题 黑棋最终大龙只有等死 当然我们摆了这么多 是基于白棋 下出这个贴柱的抢手之后 确实有杀黑棋的这个可能 这样一走的话 那这个棋白棋要翻盘了 实战白棋尝这个 这个棋有点问题 黑棋先往中间 先往中间靠一下 反正这个也不亏 白棋扳 这样的话 要是黑棋扭断上来 白棋可以这样打的 之后贴 你尝它沾 然后硬把黑棋给抱进来 这个地方黑棋是出不去的 不过黑棋左上这里就有棋了 这一大株好棋 因为为什么这个要先搭呢 就是如果说你先搭这个 再断的话 白棋就冲了这个 打了不要了 你吃两个白棋就回家了 这个明显不行 他先搭这个 等白棋顶住 双一个补棋的时候再靠 这样白棋要挡 黑棋再断 再打再沾 这样白棋就连不回去 所以说这儿 黑棋下法是非常标准 然后黑棋靠 白棋一拐 黑棋再一冲 白棋再往前冲 挡住也没用 挡住的话 黑棋可以断这个 打车的话 沾上 没棋 然后白棋往里冲 黑棋打 旁边挖一下 黑棋再沾 中间再打 黑棋再踢 那等于说 白棋也是错失了一个 绝杀黑棋大龙的机会 最终让黑棋 全部联络 那这里联络的话 其实黑棋又缓过境了 这个局势 黑棋还是非常不错的 接下来要进入到 这个收关了 黑棋还是带着优势 左下角 白棋拐 然后黑棋选择虎一个 这个地方除了虎的 这个走法 其实拐这个 再顶 更稳 因为正好 黑棋其实已经活了 白棋粘就可以脱先了 里边要是二路夹你立 他要是扳你就挡住 再爬 打吃了之后 坐眼 活棋 而且你正拐了再顶 如果白棋不走这个粘 他脱先抢其他关子 这个中间这一带 黑棋以后冲 断打打吃 再冲 断打反打 白棋再反打 黑棋就可以先手便宜了 这个地方绝部就可以脱先了 所以说这样的下 会更加便宜一点 实战的黑棋是虎 这个当然也行 白棋扳 黑棋往外冲 这个拼一个 这里面是活的 白棋要是先扳也是活的 先扳你要是 挡下来呢 这白棋有这个点 点了之后 你要是沾上 他有这种扑的什么棋 扑也 那黑棋就直接坐眼 他扳你就坐眼 长这个的话 你就打吃 挤进来的话 打三个先手 再一团也是活的 这个问题都不大 实战白棋点进来 然后再冲一个先手 这个地方 他是挤在外边的 扳的话你就团这个 因为他打进来 沾上接不贵 还是活的 挤这个就沾 没问题 之后白棋左上打吃 右边二路跳 然后黑棋选择的是 左上的这个打拔 这个固然也很大 而且实战这个 左上脚打拔之后 白棋里边的死活 其实是 就将来黑棋只要把 外边这颗子一沾 是有些问题的 但在黑棋 优势的情况下 现在去收这个关子 确实不太明智 因为你沾上里边 是个打结果 并不是个进死 所以说白棋 确实可以搏一把 黑棋这个时候 收关最稳的 要不然就断吃 右边这个 这三颗子 要不然就断吃 底下这三颗子 断吃首先 目数很大 然后他连回另外一边 也就落一个后手 黑棋可以继续收其他的 这样主要是比较稳 这个是稳稳的目数 实战黑棋收 左上这个打拔 那白棋也是 明知道这儿有棋 但是落后的情况下 肯定是不补了 左下先一沾 这个打僵 然后把底下的 这个三颗子 给他连回 跳一个 之后黑棋左上脚 沾 马上要跟白棋打结 然后白棋右边再沾 这样底下一沾 就是连锁反应 底下连回 右边再一连回 连续破掉黑棋两边 潜在的眼 那黑棋底下大龙 就必须得补了 实战黑棋虎这个 被白棋冲一个破眼 黑棋沾 然后白棋挤这个 黑棋再作眼 这样白棋两个大关子 同时收掉 再给你去打 左上的脚的这个棋 主要黑棋把这个优势的局面 变得复杂了 不解明 当然回到刚才这个右下 白棋挤这个 跟黑棋作眼交换 这个棋随手 明显味道不好 要走的话 应该沾这个 木树也没差 挤这个 里边以后黑棋有个断打 这边还有棋 我们稍后就能看到 接下来白棋左上沾 扩大眼位 黑棋 点刺进来之后冲 再扳缩小眼位 再往中间来一个 这个断打 然后白棋选的是反打 这个棋 白棋为什么没有沾呢 因为沾的话 首先留给黑棋的结财 非常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这里还有棋 黑棋怎么出棋呢 冲一个 再往里冲 白棋断打 黑棋可以反打 完之后断这个 这样白棋一顶 你可以挤这个去收气 逼迫他 逼迫他这个吃回去 紧自己的气 然后黑棋可以从后边断打 这样可以把这个尾巴给割下来 所以说有这个气 那实战白棋就反打 黑棋这便宜掉之后 左边开截 白棋提 黑棋上边 长一个再提 这个时候虽然说 黑棋胜率还是领先的 但是已经不稳了 毕竟有个截在这 然后白棋冲本身截 再提 黑棋右边靠一个 提节 白棋继续找本身截 打持 再提 黑棋右边冲过来之后 再提节 白棋右下斑 提节 黑棋右上断 再提 白棋 这个右下斑一个 其实这个地方 就是刚才白棋走到右下斑的时候 黑棋就可以选择转换了 这个当然可能最后独秒的时候 来不及想 来不及去数目 不过这个判断清楚的话 黑棋确实应该战节 这样战节的话 白棋一沾 然后双方各杀一块 其实单从这个木的角度来讲 黑棋可能 又是没有那么大了 但是这个时候 黑棋是个先手 你把中间这个提掉 先手关子一收 旁边这一顶的先手关子一收 再一沾 把白棋的这个中控一破 其实还是黑棋优势 虽然说优势比较小 但是也确保黑棋能引起了 所以说这个棋应该转换 实战黑棋是先断 然后在右边断找节材 但是已经紧了自己的棋 然后黑棋再提 白棋走的是右下翻打完之后连回 其实又给了黑棋转换的机会 这个时候黑棋还是应该斩节 然后双方互杀一块 再把中间定型 跟刚才的话 基本上一模一样 还是黑棋好 实战黑棋还是跟着应结了 那被白棋这一段打 马上这个再搬进去 要形成这个竞技独立了 所以说黑棋得断吃 得打吃三颗子 白棋再提节 就等于说这个节的胜负 还没有分出来 黑棋右边莫名其妙 先死一个尾巴 那这个棋亏的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你既然走到这儿 要起一个尾巴 那不如刚才直接全部转换 然后黑棋先手收关 这样解明优势 那这样一来 死一个尾巴的话 已经被白棋胜率上反超了 当然这个棋还比较细 然后黑棋底下斑 这也是个节材 这个意思就是白棋如果说不坐眼 黑棋可以冲进去 白棋断的话 黑棋有个一路打 打完之后白棋提 黑棋再扑 这儿白棋接不过 右下角全死 有个这个棋 就是说这个斑也是节材 白棋坐眼 然后黑棋再提 之后白棋右边打再提节 黑棋别无办法了 没节采了 节采打不过白棋 最终只能找右边这个铺 然后白棋提节 黑棋再提 白棋再从右边吃通 把尾巴连回 就等于说走了半天 这个节白送给白棋了 这个右边黑棋等于说 先死一个尾巴 右把尾巴拉回来 基本上 不亏不转 然后左上这个节让给白棋 关键是你之前亏了不少 之前本来黑棋可以稳稳的收住 底下三颗子 或者说右边这三颗子 收一个大棺子 结果就是为了左上打拔之后的打结 让白棋这两个关子全部连回 然后现在这个结你再提过来白棋沾近乎 就等于说白亏一个大关子 这个棋的话 黑棋之前的优势荡然无存 而且已经被白棋反超了 所以说在优势的局面下 黑棋没有把握住 这个打结确实不太明智 然后进入到小关子 黑棋中间断打 顶一个 白棋选择断吃 当然沾也行 沾的话 正好黑棋沾 白棋再补一手 左边也可以全部拉回来 白棋断吃这个就转换了 黑棋冲 断吃里边三颗子 白棋拐打 再战 这样白棋还是小右 然后接下来黑棋右上喉 白棋几个先手 底下提掉 这也是个逆 也是个逆说 因为以后黑棋沾的话 旁边还有一个断打 然后黑棋冲吃 右边打先手 上边再搬 不过接下来白棋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起的话 明显可以挡下去 这个跟结毫无关系 没有结 因为黑棋打这的话 你可以粘上 提掉的话 你从后边一打 黑棋接不归 那黑棋沾的话 你就沾上吧 对吧 应该可以这样说 实战白棋沾这个看错了 那黑棋以后挺进去 这儿白棋也没少亏 所以说现在右边戏了 接下来 黑棋中间靠一个 双一个 上边挺投 白棋右上团柱 黑棋往里冲 白棋中间猴 黑棋上边冲 底下一顶 白棋中间一冲 沾 黑棋冲进去 左上瞻结 然后白棋底下打了瞻 后边就是拼 右边这里的一个结阵 但确实黑棋已经 搬不回来了 这个差距已经基本上板上钉钉了 然后一直打右上的棋 而且最后到了零了 白棋还找了一个瞎结 这个力不是结 这个力 黑棋最后 瞻结售后 但很可惜 最终还是白棋 赢了四分之一子 那这盘棋 我们来总结一下的话 就是开局 双方在右下 就是黑棋可以选择 更快一点的去 这个跳刺 让白棋难受 然后底下白棋 没有选择吃住黑棋两颗子 是一个判断的失误 吃住的话 白棋也是不错的 被黑棋吃住 黑棋好 之后在右上这一带 都是正常定式的定型 然后在左上白棋 外边点刺的时候 黑棋如果说选择跨段 那这样的话 这个黑棋可以节奏更快 如果说白棋跟着硬 你就拆左边 他要是先拆 你以后可以搬死外边的子 明显获利更多 实战黑棋被白棋拆到之后 这个局势瞬间又接近 然后再回到右下定型 也是一个接近的局面 之后的转折点就在于白棋 想攻击黑棋上方这一块 结果是从这个 基本上不是棋的地方去攻击 然后再从中间 就手忙脚乱的 结果被黑棋一通搜刮 黑棋让白棋中间 根本围不到什么空 自己还把大龙安全连回 这个时候黑棋优势是不小的 然后再回到这个后边 形成了一个这个收关的棋 当然黑棋好 但是黑棋在优势的情况下 没有收对这个正确的关子 首先底下三颗子 右边三颗子 右下三颗子 都是稳稳的幸福 但黑棋为了扩大战果 选择的是左上这个二路打拔 结果被白棋 底下两个大关子一收 最终形成一个这个 生死结 然后黑棋其实还有机会 就是在白棋想杀右下 这条大龙的时候 黑棋至少有两次机会 可以选择转身 然后小胜这个局面 但是黑棋没有选择转换 最终走到一个 这个劫财山穷水尽的地步 不得不把右边这个尾巴连回 但是已经形成 不对等的一个转换了 这样的话 白棋火掉 已经形成小优的一个局势 接下来 基本上黑棋就没有什么 真身的地方了 最后遗憾 以四分之一子的这个劣势落败 好 那这半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